33. 中國證券報 有長期業績的基金更靠譜 2015年7月20日金牛基金週報J01 徐國傑主編首記雖然前期經歷了一波大幅殺跌 但基金的收益仍然可觀 截至7月19日 主動管理股票營基金今年以來平均收益仍然達到38.24% 多隻基金收益翻倍 而互深300指數同期帳幅僅為17.48% 基金遠遠戰勝市場 現階段 不少投資人士預期下半年市場將開檔模式 在這種背景下 投資者又該如何選擇基金呢? 首先 以選擇主動管理型基金為主 雖然指數基金有費用低廉等優點 在單邊上漲的牛市中確實是賺錢利器 但無論是從 古歷史上指數的波動來看 還是結合對下半年市場的判斷來看 主動管理型基金 還是更勝一籌 其次 不要被基金名稱所迷惑 一方面 今天的熱點很可能到明天就會沉寂 另一方面 很多基金的實際操作 與基金名稱並不一定相符 如消費基金也會重創軍工板塊 因此 選基金首先是選基金經理 最簡單的就是從三年期和五年期排名前來的基金經理中挑選 事實上 現在不少保險機構也設立了基金經理詞 根據基金經理的業績和風格來選擇產品 不過 目前有大量伸手上陣 讓情況變得有些複雜 雖然年輕的基金經理也不一定差 但如果有長期業績作證 你選對的概率還是會更大一些 解決的方法是 一方面 結合基金經理所在的基金公司投言實力進行選擇 一個好的平台會為基金經理的長期投資業績添加雅 另一方面 根據基金類型來選擇 要根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選擇不同類型的基金 比喻在多變的市場中選擇混合型基金 讓基金經理來替你擇事 用倉位來控制風險 最後要提醒機民朋友的事 頻繁的新屬基金並不是好的策略 一是頻繁的新屬會提高交易成本 可能比買賣股票的成本還高 二是出錯的概率增大 既然選擇了專業人士替你理財 自己完全可以放鬆一點 而且 對編估基金的收益如期可以貪婪一點 因為經過一個完整的牛市週期 編估基金的象復一般會超過絕大多數基金 持有人的預期 反正可以 對編估基金有舒適的